最近我在看老子的道德经 每次看到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 我们常说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道德经 何况不同的人 常常有人问 道家思想的道究竟讲了什么 道家思想究竟讲了什么样的智慧 我们都想从老子的道德经里面 获得某种智慧和真理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个想法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们读一本书 想从中获得智慧和启发 但是这种智慧和启发 是来自于哪里呢 有三种可能的地方 它存在于作者老子的大脑里面 存在于道德经的文本里面 或者它存在于 每个读者的大脑里面 首先我们通常认为 读书是为了探求作者的原意 道德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郭殿本 有王毕本 还有博书本 那到底哪一本 才是真正脑子所写的原本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学界有很多的争论 至今都没有定论 而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 我们希望确定一个 真正脑子所写的版本 认为以此就可以找到 脑子作为作者 所表达的真实的思想 还有智慧 这种想法 假设了 这种智慧是存在于 脑子的本人的大脑里面的 我们想从他那里 获得这种智慧和真理 这种想法 就好像我们要找到 一件事的当事人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件事的真相一样 但进一步想想 可能又不太对 就算《道德经》是脑子本人所写的 但是《道德经》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智慧 显然并不属于脑子本人 脑子所揭示的是某种真实的普遍的智慧 既然是真实和普遍的智慧 那么这种智慧就应该是外在于脑子而存在的 所以脑子在《道德经》中所产生的智慧 就并不是脑子所创造的 而是脑子的一种发现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道德经》中蕴含了某种真理和智慧 那脑子也只是帮助我们 阐释真理和智慧的人 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可能是 《道德经》文本中所蕴含的智慧 而不是脑子本人 那更进一步 我们接着想 如果智慧蕴含在《道德经》的文本里面 那么的重点就是要还原《道德经》文本的原意 但这种观点中我们假设了文本的独立性和文本意义的客观性 我们认为《道德经》的文本中所表述的正是智慧本身 或者说文本和真正的智慧 至少应该有某种确定的映射关系 或者说至少是部分的映射和对应关系 我们认为伟大的智慧和思想 存在于文本的内在结构里面 文本是思想的表达 我们理解了文本就掌握了思想 上面我们分析了两种可能性 智慧存在于老子的大脑里面 智慧存在于《道德经》的文本里面 这两种解释都认为 智慧或者思想是客观存在的 是唯一正确和永恒不变的 但是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道德经》的客观 唯一正确的智慧并不存在 《道德经》的智慧存在于 我们每个读者的大脑里面 存在于我们对于《道德经》的理解之中 而这正是全世界哲学家 加达默尔所表达的理念 为什么智慧存在于 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中 而不存在于文本中呢 因为我们对文本的任何理解 都要使用到语言 在加达默尔看来 人首先不是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 而是世界体现在语言里面 加达默尔认为 通过语言以及语言的理解 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 去认识特定的文本 而是真理和意义的显现 或者说展开的过程 换句话说 文本的意义不是先于理解 而存在于文本之中的 我们通常认为 老子道德经的五千言中 蕴含了某种确定的智慧和意义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去揭示这种智慧和意义 但是全世界认为 我们任何的理解 其实都是自己通过语言去理解 我们每个人 从道德经中所获得的意义 都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中 所领悟的意义 而这里的世界 包括我们在意识中的观念 情感思维 还有直觉的综合 我们所领悟的意义 是我们作为理解主体 与特定历史世界的融合 而形成的新的意义 理解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发现 或者揭示的过程 加达默尔指出 我们从文本中理解的意义 既不是作者的原意 也不是文本自身的原意 而是在读者的世界 与作者的世界的融合的基础上 所产生的新的意义 文本中的思想和意义 并非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 而是会随着历史的演化 还有理解者的加入 而不断生长的 而实际上 刚才我们分析 对道德经的理解的三个角度 正是诠释学的三个要素 如何理解作者的原意 如何理解文本的原意 如何构建理解的新的意义 在诠释学看来 准确构建文本作者的原意 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理解作者的原意 也不意味着理解作者的原意 对文本的理解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而实际上 尽可能把握作者的原意 和尽可能理解文本的原意 正是理解者产生新意义的重要基础 诠释学的阻止 是意义的理解 还有解释 理解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切从理解中产生的意义 都不是纯粹作者的原意 也不是文本的原意 或者说读者领悟的意义 而是这三层意义的综合 哲学家赫尔德说 所有的理解本质上都是自我理解 诠释学是今天西方哲学里面 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 到底什么是诠释学 诠释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那接下来我会用一个系列的内容 来介绍西方近代诠释学的思想 主要参考的版本 是潘德荣老师的 《西方诠释学史》这本书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一期接着讲 如果喜欢的内容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期内容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100本精品书单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徒 私信我免费送给你